字幕志愿者 The Spotlight 众所瞩目的焦点 根据苏林出版的英文成语典故里面说到 舞台上的亮光在电灯还有电器还没有发明之前 是用氧化钙或者是石灰棒 经过燃烧高热之后呢 产生强烈的白色光线 称为石灰光 Lime light 科学家后来把它改良之后呢 把Lime light用在灯光照明设备上面 这种强光呢 所到之处可以吸引大家的视线 所以如果舞台上的演员呢 被石灰光这种Lime light照到 In the limelight 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不过可以特别注意的是 石灰光太过刺眼了 所以还有人呢 因为太常暴露在这种光线底下 失明的例子 到现在同意的 In the spotlight 是更常出现的用法 I love being in the spotlight I love 我喜爱 Being in the spotlight 当众所瞩目的焦点 I love being in the spotlight 我喜欢吸引众人的目光 成为大家的焦点 这边呢要先跟大家承认呢 从小呢我就有自己觉得 被spotlight照到这种镜头 就是为什么呢 今天会变成主持人的原因 那因为呢被spotlight照到这种感觉 其实很奇妙耶 就觉得说 啊你在读书的时候呢 觉得小说里面的主角也是自己 看电视的时候呢 你觉得戏中的主角也是自己 把内心戏呢无限的放大 觉得呢全世界只剩下自己在呐喊 我们看到图上的男生呢 大概就跟我一样 表演运气非常强 一举手一投足 就觉得有人在注视着 他心中想说 I love being in the spotlight 我喜欢当众所瞩目的焦点 这时候呢通常都会好心的朋友 跳出来扒他的头一下说 喂你有事吗 另外还有一句 To steal the spotlight的意思也很接近 To steal the spotlight steal是偷或者是抢 To steal the spotlight 就是故意抢镜头或者是焦点 宝宝 didn't want to steal the spotlight 宝宝是美国的熊猫明星 Didn't want to 不想要 Steal the spotlight 抢走焦点 美国之前呢有一对夫妻太喜欢熊猫了 想要邀请美国华盛顿的熊猫明星宝宝 参加他们的婚宴 而且还慎重的寄了邀请函给宝宝 本来邀请卡上面的选项呢 有一些食物上面的可以让课宾客选 我们可以看到就像那个图上的旁边显示的一样 上面呢有chicken 鸡肉 fish 鱼肉 vegetarian 是素食 还有cosher 是犹太人的食物 最后他们还为了宝宝特别累了一项 BAMBOO 就是竹子 不过后来宝宝当然没有出席 所以呢他们就替所有的宾客准备了熊猫的面具 满足他们爱好熊猫的心 我们紧接着介绍 light up 照亮 light up 照亮 The Sydney Opera House lit up the dark in the annual vivid festival The Sydney Opera House 雪梨歌剧院 lit up 照亮了 the dark 黑暗 in the annual vivid festival 在年度的灯光音乐节 之前的雪梨灯光音乐节 之前的雪梨灯光音乐节 点亮了 The Sydney Opera House 雪梨歌剧院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美丽 利用呢最新的3D投影技术呢 让这个整个光线的看起来非常的酷炫 The Sydney Opera House lit up the dark in the annual vivid festival 一年一度的雪梨灯光音乐节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缤纷的灯光秀 Vivid Light 假日期间呢 雪梨汇集了世界最先进的灯光技术 打造了这个室外灯光设计的盛会 每一年呢也都吸引了80万以上的游客 light up 除了有照亮的意思 一个人看起来心情很好 对事情都充满了兴趣 也可以用light up 来形容 Grandmom's eyes would light up when she started talking about her younger days Grandmom's eyes 奶奶的眼睛 would light up 会亮起来 When she started 当她开始 talking about her younger days 谈论她过去年轻时的生活 我之前住的社区里面呢 有很多老伯伯是老兵 有一次我在公园运动的时候呢 我在用里面的设施座 仰卧起座还有伏地挺身 有一个老先生 他就走过来跟我讲说 哇他年轻的时候体能有多好 是如何的锻炼他自己的身体 然后呢 我看到他呢 讲起他年轻的时候 他的健美的体态呢 眼睛是闪闪发亮 让我到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 其实许多的长辈都喜欢回忆年轻时的生活 青春的懵懂或者是初出社会的艰辛 跟成家立业的过程 图上的奶奶也是这样 她非常怀念少女时期的生活时光 Grandmom's eyes would light up When she started talking about her younger days 说到她过去的生活 就像图上喔 看到她想到她年轻青春的时候呢 眼睛是会发亮的 我也曾经呢 听我的姨婆说过 过去我奶奶呢 和姐妹在少女的时代 会在闲暇的时候 一起唱日文歌曲 那样的光景 让她觉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怀念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 说到light up 不能不提到经典的英文歌曲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light up my days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song 歌词里面说到了 You light up my life 你照亮了我的生命 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 你给我希望 让我坚持下去 You light up my days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song 你照亮了我的日子 也用美好的音符填满了夜晚 这是David Boone 我们看到图上的左方的这一位 他在1977年翻唱的一首电影主题曲 蝉联美国Billboard排行榜 十周的冠军 他也因为这首歌曲呢 荣获葛莱梅奖的 最佳心境艺人奖 David Boone 他笃信基督教 所以他说他在唱这首感人的情歌的时候呢 是用神当作他的对象来唱 就是那种 You light up my life 这种感觉 而这首经典的英文老歌 不仅是对爱人或者是对神 也可以是对朋友或者是亲人的感谢 告诉他们说 You light up my life 你照亮了我的生命 说到歌名有 Light up的歌曲 除了经典老歌 也有近期美国欢乐合唱团 Glee Club里面的 Light up the world 这是旁边的 是我们的Glee Club里面的成员 Light up the world 是美国影集呢 欢乐合唱团第二季最后一集出现的歌曲 是一首原创曲 可以搜寻一下这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 今天我们介绍了一系列跟 照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我们来回顾一下 In the spotlight 就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图上的男生呢 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一举手一头足都有人在看 In the spotlight To steal the spotlight 搶镜头或者是抢走焦点 图上的一对夫妇呢 太喜欢熊猫了 本来想要邀请熊猫明星来 可是呢 熊猫明星呢 他没有办法 那他们也认为熊猫明星很贴心 不想要 搶走他们的焦点 To steal the spotlight Light up 是照亮点亮 雪梨的灯光音乐节 点亮了雪梨歌剧院 Light up Light up另外呢 是让我们想到了几首经典的歌曲 第一首呢 是David Boone的 You light up my life 你照亮了我的神秘 还有呢 近期的就是美国欢乐合唱团里面唱到的 Light up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认识了 一系列跟照 light 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自在生活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Zither Harp 是 你好 这是 你 哦 一些 一些 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